你敢信吗 看似没用的向日葵 其实才是五大男僵尸里的最强植物 幼恋式的向日葵出生在一片充满阳光的平原上 在十岁时 他被大夫发现 并带回了家里 此时的他作为一朵怪兽性植物 毫无战力 直到三岁时 他加入了植物大军 为了保护队友 学习了修复技能 渐渐成了最强医疗病 但不幸的是 在他六十五岁时 将日军团发起了总进攻 植物们四张惨重 向日葵因为一直在前线 照顾受伤的植物 感染了僵尸的毒素 于是 在七十岁时 他变成了一个半植物 半僵尸的怪物 大夫认为 他会毒害其他植物 就将它驱逐 而离开了花园的向日葵 只能投奔僵尸军团 而僵尸博士见到曾经的敌人 二话不说就掏出了武器 向日葵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流浪 而在这些日子里 他身体里的毒素 竟然慢慢的退去了 在八十五岁的时候 他还进化成了一个圣诞葵 在圣诞节那天 他又遇到了大夫 大夫看向日葵已经好了 交由把他带在了身边 在一百岁的时候 大夫利用基因技术 把向日葵和蜜蜂结合 使他进化成了一个蜜蜂葵 此时的他 不仅仅能治愈队咬 还具有了升级打怪的能力 一百二十岁时 向日葵迎来了他的终极体 太阳神葵 这时的他 不仅能把力量传递给其他植物 此时的战斗力更得强的力破 就算这一群僵尸 也不是他的最少 堪称是植物界的战神了 可尽管如此 在大夫眼里 他却依然是个小家伙 那么问题来了 大夫他 到底有多少岁呢 我爱被罢我